她是娱乐圈第一个成人买热搜的女明星 19岁网红出道 没学过表演 却是95后最强流量小花 有人说赵露丝的资源不要太好 电视剧合作迪丽热8 网剧搭档宋威龙 参加火星情报局 初出茅庐的赵露丝 不适应综艺环境 被骂作作 但汪涵一直给机会 只因为他单纯努力 也有潜力 结果到了第四季 赵露丝的个人弹幕量 就突破了4000条 在凤球黄斩路头角 虽然是个反派角色 但赵露丝不俗的表演 却受到了张子怡的关注 后来赵露丝 降为中小成本网剧 顺利获得女主的机会 19年 欧欧的皇帝陛下 开始赵露丝获得 年度网络潜力演员奖 参加综艺演技派 因为表演让全场落泪 被于正狂赞 19年被张子怡于正力捧的赵露丝 不负众望 凭借讨喜的陈千千 一举成名 一部小成本轻喜剧 却被网友捧上了天 一度占领各大影视榜前列 9月我喜欢你 成为今年内地电视剧榜单第一 赵露丝也毫无悬念 罢评全网热搜 成为炙手可热的小花 但田成俊成就了赵露丝 也过度消费了赵露丝 有人说他角色同志化严重 全是清一色的上白天 但22岁的赵露丝 一切或许才刚刚开始